車頭的車頭 我要反覆的去 修正我的油門 跟我的轉向 車頭 車頭好像整個 就像朝天發射的那種感覺 你要善用你坐腳 來帶出車身的跟進 歡迎收看熱架 好啦我們今天主角非常漂亮 紅色的第七代福特馬斯10 提到野馬你會想到什麼呢 哇這已經是60年前 1964年第一代野馬 那時候因為處於戰後復甦的時期 那福特就立志要打造一台平駕 大馬力後驅車 讓年輕人會喜歡的這個跑車 於是這個福特的設計師 他本身又是當年P51 這個野馬戰鬥機的愛好者 就設計了第一代的長車頭 短車尾長軸距二加二座 包括他後來這個Faceback 快背的造型 就成為我們現在熟悉的野馬的 經典的商標 然後提到野馬 當然他有一連串的故事 只講幾個重點 第二代野馬已經是70年代 那個年代因為自由危機 所以野馬被迫把他的大V8大馬力 做了大幅的縮水 所以第二代神在 但是內心也不在 第三代第四代的野馬 基本上就是大家認為他們是一個笑話 因為他失去了很多野馬很當家 這種長車頭 包括這個三爪式直立尾燈的這種象徵 那一直到2005年 第五代的野馬 一亮相之後 哇大家眼睛一亮 這個野馬的精神終於回來了 大V8加上那個時候有Shelby 還有一些電影的造勢 那經過第六代 第七代的野馬呢 很明顯的 其實野馬的精神還在 但是他的內在其實不斷的在朝 更親民 然後更科技化的方向去發展 以我們這台第七代的野馬為例 車頭的造型還是這種 很有侵略性 有點鯊魚頭的造型 他這個溜背的尾箱 很短截的這個屁股微微的翹起來 然後那個尾燈往裡面收斂 回歸了他三爪式的這個V4的尾燈 那內裝呢 當然他還是一派這個美式粗獷的風格 但是呢 他用的這個皮革 其實也更加的講究 尤其這個大塊的這個 一體式的大連屏 曲面屏幕 看起來更加的有科技感 當然其實這一代 他們也配備了很多好玩的科技 比方說他這個四缸可以模擬出八缸 這個十字曲軸的這種 咕咕咕咕的聲浪 比方說他也增加了這個原地燒胎 直線加速的模式 你只要按下一個按鍵 就可以鎖住前輪 釋放後輪 讓你的後輪冒煙 但是這些我想都是延續這種 美式肌肉跑車的精髓 那在實際上路之前呢 我們先快速的來回顧一下 野馬的歷代的重點 好時間回到1965年 剛剛我們已經提到這個 Mustan誕生的初衷 那在1965年的四博會上一發表呢 哇這個市場給予非常熱烈的迴響 他們在第一天就收到了 兩萬兩千張的訂單 然後到了1967年 才亮相不過短短兩年 他們生產的數量已經超過 一百三十萬台 那當中呢 尤其是這個Sherby 哇我想看過電影的 應該知道這個Sherby老爺爺 是一個非常瘋狂的賽車手 跟改裝狂熱分子 那當然看上了這個非常瘋迷的Mustan 也推出了所謂的 GT350的Sherby版本 哇那這個車實在太經典了 那很可惜呢 到1974年 第二代野馬的誕生 大家可能還記得 那個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機 這個福特高車呢 應對這個石油危機 決定推出更小更省油的野馬 所以當時呢 那個Mustan的對手 變成了是Nissan的240Z 跟豐田的這個Selica等等 所以其實第二代野馬 受到的討論並不高 在1979年 Mustan便迎來了第三次的大改款 那可惜的是這個第三代的Mustan 採用的仍舊是這個小1號的FOX的平台 儘管它提供4缸6缸跟8缸的動力 即便是後來SVT高性能的車型推出 大家仍舊找不回 太多初代Mustan的味道 那第四代的這個Mustan 儘管它有推出這個GT的版本 當時福特旗下 甚至還有其他 包括Probee 包括Thunderbird 其他不同尺寸的雙門的跑車 所以其實這一代的Mustan 存在感並不強 那還記得2004年 那一年的那個底特利車展 那我還記得那一年 在燈光之下 這個第五代的野馬慢慢的登場 哇一亮相的當下 哇大家覺得 這才是我們熟悉的野馬 鯊魚頭的造型 然後非常厚實的車身 然後這個頭尾燈 加入了這個力士 第一代野馬的一些精神 短前弦長後弦斜背的造型 一眼就擄獲了大家所有的目光 而從這一代開始呢 這個Sherby再度推出了 包括GT350、GT500 非常讓人津津樂道的改裝車型 所以其實從第五代野馬 大家才驚覺 哇這個福特野馬真的再度回歸 那第六代的Mustan呢 可以說是連續第五代的精神 然後融入更多現代化的元素 包括了這個2.3升Eco Boost 渦輪引擎的直路 這個引擎也在世界上獲獎無數 包括這個全新一代的第六代野馬 首度改踩了後懸吊的這個 多連桿的獨立懸吊 不再像老式這個V8Mustan 很容易扭屁股的那種姿態 所以其實第六代的Mustan 已經是一個現代的跑車 那一直到我們今天眼前的第七代 哇我想這個快速的看到它的眼鏡 那第七代也確實是我們所喜愛的樣子 至於它開起來的感覺如何呢 我們一起上路吧 這個聲音模擬的假的 當然很像那個十字曲軸的大V8的聲音 不過我們今天試的是 是第七代Mustan 2.3升Eco Boost的版本 四缸直列315匹馬力 搭配的是時速自排變速箱 時速喔 很標準的重置後驅的設定 那大家知道野馬呢 一定要大排量的才是正宗野馬 可是呢經過了過去幾代的演變呢 這個2.3升的Eco Boost 也算是福特的名機了 那經過他們的這個性能化的調校 其實最大馬力315匹 其實已經比早期的V8馬力要更大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台車給我的第一印象 第一個呢 哇 以我這種偏胖的身材 這個包覆度是恰到好處 而且呢 其實我把這個坐姿稍微調低一點 它其實坐姿還蠻貼近地面的 然後呢 這個方向盤呢 其實不像一般跑車那麼的緊湊 稍微轉一下 其實它的轉向反應是還蠻快速的 好 稍微給它補一點油門 這個 以目前來講 就是你只要不要太過粗暴 其實我覺得這一代野馬 它的整體的均衡性給我的第一印象還不錯 可是呢 好吧 稍微有一點直線 我們油門到底 推力是不錯的 可是我就覺得車頭 好像整個就要朝天發射的那種感覺 哇 不愧是美式的這個肌肉跑車 加減速之間 我覺得它這個俯仰的動靜是有點大啦 雖然它的軸距大概在2米7出頭 可是呢 你會發現過去這種美式大V8 尤其你又改了大馬力的這個機械增壓之後呢 很多談那個Jag Race的 你油門一下去後輪燒胎 然後這個車頭就整個浮起來 剛剛就有一點那樣的感覺 雖然它的扭力還不是V8的大扭力 但是因為它的Turbo的特性呢 大概在3000轉過後 它還是有一股強大的扭力 就奔襲而來 其實是蠻爽快的 然後呢 來輸出它這個初步的印象吧 其實你看喔 我速度逐漸的加快啊 這個轉向 你看 轉向機構的反應是快的 就是你要有慢慢動一點 它就跟著動 但是跟著動 可是呢 方法一動 前輪跟著下沉之後 你車身 慢慢的才會跟著扭進去 所以你很明顯知道喔 這台車的重心啊 是一條直線 那你轉向的時候呢 那你要車身它扭一下 車身才會跟過去 所以作動是快速的 但反應其實是有點慢 也就是說你當你的轉向的指令下去之後呢 前輪的這個轉向機構 馬上就下達了這個轉向的指令 但是你隨著車身的姿態稍微一程 畢竟前輪離我們還是有點距離 到車身跟著過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有點時間差 那這個特性會差別在哪裡 你看喔 我們這邊是一個快一點的彎道啊 哇 其實輪胎很快就開始叫了 那這個255的輪胎其實不是普通胎耶 它是這個P-Liro 貝奈利的P-Liro的性輪胎 很奇妙的是說它輪胎很早就開始叫 你會覺得它是不是開始在側滑了 但其實不是 因為你大概油移了幾下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 它的油移的軌跡 其實就是過去美式那種老V8 老跑車的那種風格 你就是一條直線 你可能需要多一點點時間 讓它這個body roll啊 讓它body的這個peach 可以有一點點時間 讓它去恢復穩定 這個時候輪胎是貼地的 但是呢 這個懸吊的阻尼壓縮之間 它是還沒消化的 所以你看啊 包括我剛剛講的 轉向沒那麼直接 不是說它的機械作動不直接 而是說它作動之後呢 你車身需要一點點時間 去消化你這個指令 那剛剛包括轉彎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body roll的那種感覺 也是一樣 你聽到輪子在叫 這個輪子實際上 在它的這個預定的軌道裡面 在行進你 可是呢這個整個彈簧的支撐 加上阻尼的支撐 還沒有反應回來 那這個特性呢 等一下我再跟你們示範一下 在連續玩中會更加的明顯 好 慢慢加快它的速度 我們現在在運動模式 那補充一下 就這個其實時速自排 毋庸置疑 它是非常密的 所以呢你如果要用手動降檔 你的手就會非常非常的忙 因為二檔呢 時速六十幾 你就要進到三檔 那它的這個電速箱喔 平常來講我覺得 氣質度還是稍微差了一點點啦 就是它不像那種德國跑車喔 就啪啪 坑槍分明 它其實在作動之間 還是會讓你有一點點那種 闖動的感覺 所以善用這個油門的深度呢 來控制它的這個轉速 是很重要的 那還好就是在運動模式下呢 它的這個轉速呢 會摳在相對扭力比較飽滿的區域 然後呢 這個轉向排氣 喔 好等一下喔 這個彎比較急喔 這個彎就很呼應了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輪胎在叫 那其實軌跡是好的 但是你就覺得 內側輪快要舉起來那種感覺 有沒有 所以我說其實 野馬從第六代呢 它就已經將後懸吊全面改為 獨立的多連桿懸吊 但是呢 其實我一開上來 就有那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這種美式老V8 後輪還是非獨立懸吊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看喔 在這種彎道啊 其實 喔喔喔喔 我要多給它一點點轉向 然後我要反覆的去 修正我的油門跟我的轉向 讓它車身的這條直線呢 趕緊跟上 你看喔 我稍微多打一點點 屁股有點跟出去 喔 回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要善用你舵腳來帶出 車身後面的跟進 你如果只是傻傻的啊 就是說你在等屁股跟進 那你就會發現 它就是加速會推 然後屁股會往外滑 所以呢這個開老野馬的技巧 就你這個舵腳呢 要稍微提前多一點點 喔 再示範一下喔 你看 多一點點 喔喔喔喔喔 這個時候防滑介入 好一腳煞車重心往前 然後多一點點舵腳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 過去野馬所沒有的一種標磚 但是呢你必須說喔 就是我覺得它這個懸吊的行程 就還是有一些可以再精進調教的空間 畢竟這個踏邊去不是V8的車型喔 就這個大彎 對大家來講還是比較吃力的 然後不得不誇獎一下 這個Brainboard的煞車 喔其實 它的低下的腳桿 確實是蠻直接的 然後它的行程不長 你要在有限的行程 去拿捏它這個自動的力道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考驗的 喔所以這個煞車油門 喔轉向 給油的時機點 確實是要配合個濕出入口 才可以把這個車駕駛得更加的行雲流水